俄乌战场上,俄罗斯突然对乌克兰全境15个州发起了大规模的轰炸 这导致乌克兰多地电力设施以及能源设施一度陷入瘫痪 而在俄罗斯突然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的表象下 其实与我国近期的外交动作息息相关 据新闻报道,8月26至27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袭 乌克兰全境遭受了超过200次的轰炸 这次轰炸不仅是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 还涉及到各类高精尖武器的投入 俄罗斯派出的导弹和无人机铺天盖地 让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一时间面临巨大的压力 俄罗斯在这次行动中使用了127枚导弹和109架无人机 旨在摧毁乌克兰的军事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 尤其是KH-101巡航导弹 这种导弹以其高精准度和强大的迫害力组成 每枚的造价高达1300万美元 俄罗斯一口气发射了77枚KH-101 但是这批导弹的成本就接近10亿美元 除此之外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发射更是花费了俄罗斯3000万美元 而基辅政府对此进行了成本分析 发现俄罗斯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 这是这两天俄乌战争突然升级之后的一个信息的一部分汇总 看起来就是俄罗斯怎么突然一下子加强了自己的进攻的攻势 而且我们刚才念的这只是近期对乌克兰的轰炸 而俄罗斯地面部队在乌东也是步步紧逼 那根据俄乌双方的信息来看 红军村的防守压力实际上已经非常的大了 再一个就是库尔斯克战线 库尔斯克这边实际上双方已经陷入了拉锯 实际上也就是说乌克兰没有能力继续扩展它的战线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乌克兰其实攻入俄罗斯本土已经快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俄罗斯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间加大了进攻的力度 包括空袭 包括地面部队 你看得出它已经把战争烈度升级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上 常看老无频道的观众都知道 我一定会有一个个人的深度的观点 但是我们先从表象来一步一步的抽丝破解 首先从最表层来看 那就是俄罗斯要对乌克兰 对于它本土的进攻予以回应 因为乌克兰包括泽连斯基 毕竟是在全世界的人看来 他们被俄罗斯压在地上狠狠的摩擦的时候 突然进攻到了俄罗斯的本土 这也确实是让俄罗斯军方和普京被啪啪打脸 那当然不管是从提振军队的士气 包括提升民众的支持度 以及为俄罗斯找回面子 那么俄罗斯都应该发动一场像样的这种进攻 来找回颜面 我们说近期的地面部队的强攻 以及大规模的空袭 自然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这方面的原因 只是这个战场上的最表层的表象 就像我们在说中东局势的时候 以色列为什么要急着拉伊朗下场 而伊朗为什么只愿意让他的小弟 去不断的消耗伊色列 表面上看以色列很勇 伊朗很怂 但实际上呢 这背后都牵扯到了美国 那俄乌战场也不例外 对吧 乌克兰其实一直是拜登政府 对吧 是民主党政府 这些犹太国际金融资本 在支持的一股力量 当初也是他们逼着俄罗斯 开启了这场俄乌战争 那同样我们之前也聊了 俄乌战场上 乌克兰为什么突然去袭击俄罗斯的本土 原因很复杂 有泽连斯基不想被卖掉的考虑 也有实际上想让俄罗斯 从乌东前线调兵的这种考虑 但是呢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考虑 那就是美国大选 因为以犹太国际资本为主 以民主党为主的这个拜登政府呢 他们把乌克兰 他们把泽连斯基呢 在美国国内渲染的是一个受害者 是一个被俄罗斯入侵的这种受害者的角色 那么美国政府 包括北国人民 也一直支持乌克兰 支持泽连斯基 给他们提供援助 给他们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那作为乌克兰 如果没有任何战果 还节节败退的话 那么民主党在国内就无法交代 这对于支持他们的选民来说 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 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支持的民主党 办事不力 或者说认为美国就不该在俄乌战场上 去持续的支持乌克兰 那这会造成一个什么影响呢 实际上就是在美国国内 现在临近大选之前 如果他的选民看到俄乌战场上 他们的支持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他们失望了 那他们的投票热情就会减弱 那么民主党的选情 或者说犹太国际资本的选情 就堪忧了 所以不管从俄乌战场 乌克兰的需要 还是泽连斯基的需要 还是从美国的需要 乌克兰都必须要去创造一些战果 去遏制住这种节节败退的趋势 至少要在美国大选之前 要保证不败 对吧 要保证这个舆论的这个导向性 那说完了这边 我们就要说说俄罗斯 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突然升级战争的烈度 首先很明显 俄罗斯不管于情于理 他都不希望民主党 或者说犹太国际资本再次掌权了 因为正是在犹太国际资本 在民主党的这个掌权之下 俄乌战争才被迫开启的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俄罗斯让战事升级 给这个乌克兰极限施压 那就无形中会直接给民主党 在国内的选情制造压力 那另外呢 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的 一个政策的导向问题 我之前说过 特朗普上台说 他马上就能停止俄乌战争 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 我也不认可的 这个战争肯定是停不了 他一定会分出个胜负来 一定是有人承担这个失败 带来的结果 对吧 一定是胜利方拿回了 你特朗普上来说 停 他就能停了 我们先暂且不说 假设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 会怎么样去停止这个战争 去怎么样去卖乌克兰 或者说去卖欧洲的利益 那从俄罗斯的角度上来说 那我现在在这个大选之前 我先想尽办法 让民主党支持的这个乌克兰 在战场上失利受挫 那么你国内选情就会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 你就不会上台 那如果你不会上台 如果是特朗普上台 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又实际上拿到了一些战果 等到假设是特朗普上台的话 那我既在大选的过程中 给了这个特朗普一些帮助 那我也实际上在战场上 获得了一些战果 对吧 这是对俄罗斯来说 不管是从哪个方面角度来考虑 它都是合了而不为的事情 那么这是我们从俄乌战场上 延伸到美国大选之后 这背后的一个深层次的逻辑 但这并不是最深层次的逻辑 其实这一次俄罗斯突然升级 这个战争的裂度 突然那些导弹就跟不要钱了一样 哗哗哗往下扔 然后就像我刚才念的那段新闻一样 乌克兰给他算了一笔账 对吧 他这一次的空袭 就直接两天时间花掉了13亿美元 那俄罗斯为什么突然就发财了呢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时间节点之前 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俄罗斯开始空袭 乌克兰是26号 那么在这之前 22号我们的总理到了俄罗斯 然后跟俄罗斯谈成了重要的 两个方向上的问题 第一就是北极航道 那就是说俄罗斯在北极航道这方面 给予我们了一些实质性的好处 等于说让我们又另外开辟了一个航道 这一点对我们的战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给予了俄罗斯什么样的回报呢 那就是加强中俄投资 包括金融领域里面的合作 对吧 我们签了一系列的协议 那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俄罗斯在经贸问题上 跟中国又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 那么也就是说 他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吃到了一颗定心丸 那后面的一些财政收入 我已经有了着落了 那在战场上就可以放开手脚去做一些事情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总理是22号离开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在四天之后 就开始对俄乌战场进行了一个战争烈度的升级 当然在我们访问俄罗斯 对吧 在22号我们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 并且对外宣布之后呢 美国肯定也收到了消息啊 那么他们一定会预判 接下来中俄的合作一定会导致俄乌战场上 这个战争的砝码就会偏向于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的力量 包括俄罗斯的战争潜力 肯定会进一步的提升 那这就会导致俄乌战场上乌克兰陷入被动 那么乌克兰陷入被动 美国大选里面 整个民主党他就会陷入被动 那他的选情就会告急 所以呢 你可以接下来再看到一条消息 就是8月24号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与俄罗斯达成的一些协议 公布之后的两天之后 那我们这边宣布 沙利文对吧 美国的战略大师 要在27到29号来访问中国 你看这个时间线上衔接的没有问题吧 这之后呢 你还可以看到沙利文临走之前的一个动作 对吧 他把我们的一些企业 又列入了黑名单 原因是什么 理由就是跟俄罗斯进行了一些什么合作 对吧 又是涉及俄乌战争了 然后把我们这几个企业就列入黑名单了 要制裁了 对吧 他干嘛要搞这个动作呢 他搞这个动作的原因是 他来中国就是要谈 在这个结果眼上 在我这个选情胶着的时候 你不要单方面的去支持俄罗斯 让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 对吧 突然对乌克兰进行施压 对吧 这样对我国内的选情不利啊 他肯定是要来谈这个 那他来之前对吧 别人是提点礼物来 对吧 他不 对吧 那美国一贯的这个做法就是 我先给你凭空造几张牌 那过来之后 我再拿你企业被制裁这几张牌 来跟你交换一些筹码 对吧 但我们才不理他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沙利文27号到的北京 而俄罗斯那边也是26到27号 对乌克兰进行了一通狂轰烂战 这是在干嘛 这是在给沙利文下马威啊 你不是要来跟我谈吗 对吧 那我们现在战场展示一下 各自的实力好吧 那最后沙利文就看到了 那乌克兰全境对吧 15个州就开始陷入了这种 俄罗斯无差别的这种打击之下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啊 沙利文在之后 与我们王毅外长 与我们军方的二号人物 都有一些谈话 看起来谈的氛围也还不错 那最后呢 我们的董事长也见了他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董事长见了他 一定是给足了他面子 那给足了他面子的基础是什么 一定是我们谈成了些什么 但是谈成了些什么的 关键因素在哪 在俄乌战场上 在于俄罗斯对乌克兰 26-27号的这种大规模轰炸 那至于沙利文来北京 究竟跟我们谈了什么 我们又得到了些什么 我们的董事长 为什么要见他 没关注的朋友 我们抓紧关注一下 下期我们接着聊 喜欢老吴的观点 请多多转发评论点赞 谢谢大家